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恒指今日收盘价17942点 本周恒指也是一天涨一天跌 一天涨一次跌 开启了一个18000点左右的50天线攻防战 师傅可以帮大家分析一下这其中的原因 以及预测一下恒指下一步的走势吗 好 这个星期港股的走势是偏弱的基调 我们看到外围方面美股标准和500指数 跟纳斯德克指数不断地创出历史新高 但是港股就没有跟上 恒生指数星期五今天再度跌穿18000点 收报17942点 相对上一个星期是下跌了 425点 跌幅2.3% 国际指数呢 今天收报6375点 按周是下跌了 2.1% 恒生科技指数今天收报3708 下跌31点 这个星期按周呢 就下跌了 1.7% 我觉得这个星期呢 港股是基本没有太多的 没有什么利好的因素 因为之前 我们记得4月份 那一波声浪 从16000多 激升到19706点 其中一个主要就是 受到中国证监会对港合作 五项措施的那个刺激 但是过去一个月呢 我们看到在政策上没有进一步的刺激的或者是好消息 加上中国的经济数据呢 就表现一般而已 所以呢 港股呢 这个星期表现比较令人失望 由于恒生指数呢 有可能最终跌破1万50天移动平均线 大概在现在是17900附近 那个如果确认跌破了50天移动平均线呢 下一步呢 可能会进一步考验 250天线的支持 现在250天线呢 这大概位于17600点附近 好 明白了 那师傅帮大家分析完恒指呢 那我们再跟大家聊聊本周全球市场大概都在关注的重要经济事件 这个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报告和美联储会议利率决策 CPI数据显示呢 通胀已经显著回落 5月核心CPI同比降至三年低位 同日公布的美联储利率决议呢 也如期按兵不动 但在决议声明表示认可通胀的发展 在随后公布的美国5月PPI发现环比减少0.2% 创7个月来最大降幅 那市场对9月降息的预期明显升温 嗯 结合本月数据来讲 师傅 您对本年美联储降息的信心如何呢 首先呢 在这一次的以西会议的那个会后声明呢 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呢 有一句话呢 大家即得注意的 就是说 他说 对于控制通胀取得进展 但未有足够信心开始降息 就是因为联储局的通胀目标是定在2% 虽然5月份的CPI年率是放慢自3.3% 但比仅跟2%的官方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所以从6月的联储局官员的利率点证图 Dotplot显示他们预计今年底联邦基金利率为5.1厘 意味今年只降息一次 比3月的Dotplot所预测的三次是少两次的 不过由于通胀数据有改善 刚才说到联率在放慢 所以市场的看法就比较哥一点 从CME的Fatwatch利率的期货显示 市场还是预计今年联储局有两次降息 而且会预计第一次降息是在9月 所以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分歧 我的看法是 现在距离9月还有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 其中未来还有很多的经济数据 还有通胀数据公布 所以还要看像联储局之前强调的 就是Data Dependent 他们的货币政策要视乎以数据为基准 而下个星期大家要留意就是有联储局更关注的 另外一个冲胀数据 PCE的那个数据公布了 好 那不管是大家分析降一次也好 降两次也好 但如果在这个降息的大背景下 那师傅觉得投资者应该关注哪些产业 或者哪些行业呢 其实现在市场对美国会进入降息周期 已经预期了有一段时间 只不过是什么时候会启动这个降息 现在还不明朗 但是我们看现在美股的资金的流向 很明显是没有跟利率的政策太大的关系 反而是针对AI这个板块 或者是AI这个元素去寻宝 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AI的影响 就像那个Ripple涟漪一样慢慢的扩散出去 最初是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 比较上游的做AI芯片的公司 向回答NVIDIA 然后就扩散到AMD其他的芯片公司 然后最近又扩散到手机方面 苹果还有就是Blockholm这样的 所以未来我觉得美股 还是会围绕着AI这个主题 去寻找一次预期会受惠 AI的那个元素的一色公司 好的 那我们问您下一个问题 欧盟委员会于本周早些时候宣布 自7月4日起 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征惩罚性关税 在原有10%的进口电动车关税的基础上 中国车企最高可被额外加征 38.1%的惩罚性关税 从中国电动汽车的海外销售额数据来看 2023年达到了341亿美元 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地 差不多约占40%左右 请问师傅觉得此举惩罚性关税 会给中国电车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我觉得那个负面影响一定是有的 首先呢 这个欧盟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 那个关税呢 是分两方面 对于合作的 愿意提供调查资料的那些企业 对 那个征收的税率就是21% 比亚迪更可能很合作 所以呢 他的最后公布的税率是17% 然后对于不合作的 不愿意提供足够资料 去进行调查的公司呢 税率就是38% 其实如果平均你看21跟38 平均也达到27.5% 比预期市场预期的25%为高 但是这个消息一出来的时候 市场反应是比较偏正面的 因为他们看 比较低的那个税率是21% 跟他们预期的25%呢 比他们预期的25%为低 但是呢 这征收关税以后呢 很简单就代表 这些新能源车电动车的企业 他的那个利润就会减少 相应的减少 尤其是我觉得对一些新势力 那是像那个蔚来啊 还有小鹏啊 哪吒这些 他本来已经可能是处于亏损的状态 有人形容是卖一辆 亏一辆 之前他们寄望在出口方面 因为欧洲之前 他们的利润是蛮好的蛮高的 在中国卖一辆电动车 平均的利润可能只有一千多欧元 但是在欧盟呢 他的利润是可以超过一万欧元的 所以 差不多十倍差距了 对啊 所以很多车企呢 都希望在海外找到那个南海 因为中国国内的电动车市场呢 现在已经变成一片红海 但是如果南海变红的话呢 就是申收关税以后会影响到 他们的利润呢 就担心 未来呢 国内的那个 因为你出口的可能减少 你在国内的那个降价的压力 又会进一步增加 好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12日报道称 美国一向禁止中国生物技术公司 在美国开展业务的法案 生物安全法案 被排除在2025年国防授权法案 NDA修正案之外 这本是该法案生效的关键一步 但现在呢 市场普遍解读为 美国生物安全法案立法 已经基本落空 请问师傅觉得该法案最终能否成功实施呢 现在是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呢 要把这个法案立法 那个可能性降低 所以有人形容这一次是技术性的流产 流产 对 不过也不排除在美国总统大选以后 会的就是重提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依赖北美洲市场 特别是美国市场的 那些生物科技研发公司 好像药明系这些公司呢 那个不明朗的因素还是存在的 所以看到它的股价在 只是升了一天 就那个升势没能持续 好像就是在13号那天 就是它这项法案没有立法成功的 对啊对啊 就是有点谈话一线的那个情况 好 那我们再关注一下黄金方面 自从去年的第四季度开始 一直持续飙涨的国际金价呢 近日持续回调 尤其在端午节假期期间 现货黄金价格一度跌破 2290美元的关口 创2021年8月以来的最大跌幅 那护身黄金股呢 也迎来相继的下调 从国内中端市场方面来看 虽然多家品牌的金店 近期优惠力度不小 比如说我们以周大福举例 但是他们的四五月零售值表现 依旧为负增长 那请问师傅觉得 这背后的原因 以及下一步黄金的走势该如何呢 周大福的董事总经理黄绍基呢 他自己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指出金价波动会影响顾客 购买黄金首饰的那个抑郁 所以四五月的那个零售的表现呢 很大程度上是受到那个金价波动的影响 不过呢现在中国经济泛慢 那个消费的力减弱 我觉得也是影响 黄金失品的需求 特别是一些比较高价的 珠宝首饰 钻石啊 这个受影响的会比较大 周大福呢 昨天公布了截至今年3月3月止的 全个财年的那个业绩 虽然表面看呢就好像不错 赚了64亿多 同比呢还是有一定的增长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分开 上半财年跟下半财年看呢 下半财年的利润比上半财年呢 倒退的程度相当的厉害 他去年他2024上半财年呢 是赚了45亿 那现在是64亿全年 那就代表下半财年只有19亿 20亿不到的那个利润 比上半年的45亿呢 是大幅减少的 然后我们也看到 他的那个 在内地的门店数目 出现一个减少 净减少的一个情况 传年看呢 他还是净增加的 但是如果跟上半年 上半年我看到 他截到去年9月底的时候 他在内地一共有7600多家门店 但到今年3月底的时候 他的门店数是7400多家 那就是减少了快200家 对啊 所以他的刚才提到就是他董事总经理 王少鸡呢 最近也指出 未来呢 可能会关闭规模较小 生产力较低的门店 转向开设较大型位置加的门店 以提高单店效益 提升资本回报 如果你看他全年的那个 same door sales 同店销售 只有1.8% 那也是很不太理想的 低单位数的同店销售 所以呢 集团表示 今年不会为净开店数量设下KPI 那个关键的绩效指标 这个反映现在黄金金锡销售 在国内也进入一个考验的时期 就是消费率减弱 也影响了对黄金珠宝首席的需求 好的 那我们的灰力周末报 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 在我身边的呢 依旧是黄伟杰黄师傅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